大家好 我是金龙 我们又见面了 这两天比较忙 现在贯装的是我们济南的大超市里 要的三千来桶 五升装的 是三万多斤 正在贯装 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贯装流程 我一步一步给大家介绍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边是我们的桶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桶 这个桶也是非常重要的 看到没 PET的桶 这个是五升的桶 合到金的话是9.18斤 这个桶是无毒无味的 食品级的桶 都是经过高温杀菌的 上面都有一个白盖 看到没 然后我们是在这边贯装 让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自动贯装机 咱们的重量都是设置好的 一次是贯装四桶 看到没有 经常吃花生油的看一下 咱们花生油的颜色怎么样 金黄透亮的 看到没颜色变得金黄透亮了吧 然后在这边进行封盖 然后放脚帽 这边是一个压根机 直接把盖就压好了啊 然后这边是一个这个 啊 脚沫的热缝集 把那个脚沫直接把它给封住啊 像这样 看到没这个盖就封住了 看到没这个脚沫又封住了啊 这边是一个贴标的啊 自动贴标机 大家看这边啊 这是我们的自动这个打码机 就是打日期的啊 激光打码机 看到没 2021年1月28号10点42分合格 现在啊 这个激光打码的话啊 比那个手写的要好了 因为这个食品质检部门也要求 不能够手写了 因为手写的可以突改 像这种激光打码的 它不可以突改啊 好 然后在这边 那个 套小标 然后套提手 然后装桶 这一桶是五双啊 一箱是帮四个啊 然后风箱 早上的时候拉走一大车了啊 然后就是把它排在这里 待会儿它的车又回来啊 又回来 那个 它这个要的比较超负啊 因为它平时的话 也是要个几百桶 但是可能是过年的时候卖的比较多了啊 职业要了将近三千桶 五升的啊 三万多斤 然后就是一天半的时间吧 给人家灌装出来啊 因为咱们这种花生油是属于这个 咱们新鲜花生现炸现发的 而且说是我们是属于山东传统的熟炸工艺嘛 这种花生油比较这个浓香啊 炒菜啊 无论是炒菜啊 还是凉拌 都可以用啊 炸东西的时候不停沫啊 所以说像咱们这种花生油啊 第一 是健康 安全 吃着放心啊 所有咱们的这个批准报告都能够达到这个国标啊 不然的话怎么能到超市里去呢 对不对 朋友们这边也有放的啊 这边放的这个都已经凝固了 看一下 都已经凝固了 经常吃花生油的应该都知道啊 这个 纯正的花生油遇到低温 就会出现像猪油状的凝固现象啊 这是正常现象 这是纯正花生油的特性 看到没 全都凝固了啊 这边这个也凝固了 这边呢 是咱的储油罐啊 里边是一个20吨的一个储油罐啊 这里边呢 是你这里也有放的 这里边是一个 四个啊 这里边是四个 五吨的储油罐 每个储油罐里配备一个空桥 24小时开着啊 不能让它凝固 先把它放在这里 待会儿车过来拉着 等会儿车过来拉着 等会儿车过来拉着 就会儿车过来 一会儿车过来